在二零一九年和臺灣斷交 轉向中國的所羅門群島 將會在四月份進行全國大選 而近期呢 是有在野陣營的議員就提出意見了 希望可以重新的審視和北京的安全協議 並尋求重新和臺灣建造 對於是不是會和所國復交 外交部表示態度開放 也會認真看待 二零一九年與我國斷交的所羅門群島 即將在四月舉行全國大選 縣總理蘇加瓦瑞選擇外交轉向之後 也跟中國達成了安全協議 不止引發美國跟澳洲擔憂 鎖國政壇也有反對聲浪 路透報導 在陣營要角隸屬聯合黨的國會議員 小肯尼·羅瑞 表示希望重新審視與北京的安全協議 並且尋求重新跟臺灣建交 我國一向是以開放的態度 誠心與各國來往 任何有助於提升我國國際地位 拓展國際空間的機會 外交部都會認真地看待 對於鎖台副交的聲音 外交部態度開放 而先前鎖國最大省份 馬來塔省 就因為不滿中央政府跟臺灣斷交 數年來是拒絕跟中國合作 在野黨的領袖瓦爾 也提出可以舉辦全民公投 來決定鎖國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積極在南太平洋擴張勢力 日前更迫使諾魯外交轉向 目前臺灣在南太平洋 僅剩土瓦魯國流馬哨爾三國友邦 而土瓦魯清台總理納塔諾 在1月大選的時候失利 接下來16名的新科國會議員 將投票選舉總理 是否維持與臺灣的邦交備受關注 不過原定2月初就要選舉 因為受到巨浪的影響 有些國會議員仍受困在外島 選舉日期是被迫延後 到目前還無法確定新總理人選 記者和朋友組整理報導